三球大胜散的加尔 法国立刻波兰铁骑成功晋级世界杯八强 先说说法国和波兰的这场较量 详细看完这场比赛的球迷都会有这样一种感叹 姆巴佩真的太强了 有趣的是 本场比赛之前 法国总统马克龙预测最后的比分为3比1 没有想到最后真的异于命中 开场阶段 波兰队攻势如潮 卡明斯基和泽林斯基都差点攻破了洛里把守的大门 而波兰门将实行斯尼的高阶低档 也在力保球队不识球 直到第43分钟 吉鲁接过姆巴佩的助攻为球队先把头筹 而吉鲁也以52例进球超越了亨利 加冕队使射手王 上半场捕食阶段 洛里险些酿出大错 他在出击时不慎脱手 最后将球紧紧地抱在怀中 下半场比赛 姆巴佩终于爆发 第73分钟 法国队打出了精彩的配合 姆巴佩禁射破门2比0 商品捕食阶段 姆巴佩接过小图拉姆的助攻 完成了梅卡二度3比0 凭借这里进球 姆巴佩在世界杯赛场上的总进球数 达到了9例 超越了C罗 追平了梅西 创建了个人五大记录 比赛独秒阶段 莱万主发点球 第一次被洛里扑出 最后裁判认定洛里移动在先 重新罚球 第二次罚球 莱万将球稳稳罚入 而裁判也吹起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哲 最终 法国队3比1战胜波兰 成功晋级世界杯挖墙 再来谈谈英格兰和赛内加尔的这场比赛 虽然在开场阶段 特兰加雄师利用马贵尔的失误 险些攻破30军团的大门 但是经历了三板斧之后 英格兰迅速调整状态进行反扑 第37分钟 在经过凯恩和贝林厄姆的传递之后 亨德森推射破门 一击致命 帮助球队抢的先机 50阶段 贝林厄姆持球突袭 摆脱多名球员的防守之后 将球传给了福登 福登助攻凯恩将比分扩大为2比0 下半场比赛 三十军团攻势不减 第56分钟 福登完成了助攻的梅卡尔度 萨卡打入他在本季世纪杯的第三例进球 3比0 最终 三十军团笑到了最后 与法国队成功会时四分之一决赛 两支人才积极的队伍再度相遇 你认为 谁将会是最后的赢家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